我覺得他這個看觀念 我覺得是比如說開圓截流 像我覺得我們這邊是開圓 那邊是截流 他覺得像開圓就是什麼 我們直接從根本上面 但是你不打高爾夫球 買這套高爾夫球鞋 真的還是不可不可以 你先不要管我 要我們公司 差不多可以 好不好 我知道你喜歡 我可以找到便宜的價錢 有Pass給你 OK 好我們等一下 我看我們的Size有沒有差不多 應該是差不多 應該是 我是第四 差不多四十三號的 四十四 四十四 你不打高爾夫球 我不打高爾夫球 我打 脫下來 你打 來 要 我錄這麼久前 第一次遇到主持人跟 來賓要鞋子 正常 是這樣 今天為了盡我開戰吧 今天算是全球首秀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這個衣服 跟這個鞋尖都是第一次穿 你真的不是買橡皮紗送的喔 對 橡皮紗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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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是橡皮紗 言論來說 言論來說 他叫 Iraser Iraser 對 Iraser 對 是這樣 我說其實現在有這個衣服 為什麼 因為我是跟最近都常飛航的時候 去做直播 然後就是我們提早到機場 那天我比較早到 我一個人 然後就晃啊 吃了東西 因為我不想那麼趕 然後我就想 剛好走就去逛 然後可能櫃子就說 李先生我們就聊天 然後看你節目啊 什麼就會聊天 他說我跟你說 我們最近有 你想看什麼 我說其實都行 我只是覺得有 好像最近會有點冷 跟橡皮紗的聯盟款 對 更新買在 打開聯盟款 然後他就拿了一件 先拿一件毛衣 我有帶照片來 給大家看 它是一件 就是一個戰馬的 LOGO的毛衣 是這一件 然後這一件 它原價大概就是四萬 三萬多塊 四萬左右吧 四萬多塊 然後他說 我們會上今天做 就是我們只剩最後這一件 然後有折扣 我說折扣那一般多少 我想有可能七折 他說我們 從五折開始 對折 我說五折 然後我就問他 那這個原本 我對折之後價錢 我想也要兩萬塊 也有一點點貴 他連身 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店上 有兩件我們自己做活動 所以今天折扣完是四折 滿萬還送籤 對 因為這毛衣的誇得挺好 非常好 所以我今天 他跟我講 有兩件對不對 我說好 另外一件 是什麼 你給我拿出來 所以他就把 拿了一件橡皮茶給我 他就把這一件拿出來 然後我算一下 你知道兩件 這個原價 這件毛衣加 我現在常常穿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他們的 這件衣服的原價 應該是五萬多 五萬多左右 因為它是屬於有點 真枝材質的 我兩件買下來 我結帳的時候是 三萬三千八百 兩件衣服 你知道我冒著被 我們民主持人 就是我跟憲哥一起 被他罵的風險 然後我就硬提了這兩件 當我講價格給他們 他們都覺得說 可以帶我去嗎 對 這件衣服 很便宜 要買啊 對啊 然後第二個是 我腳上這雙鞋 就是 不想聽 是這樣子 因為這雙鞋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本身 很喜歡倒勾 又不打夠夫 你可不可以就是 不要兇我 還不是跟我不同鞋 不是 穿了跟我不同鞋 到外面重要 要不然你去練習場也好 對啊 我是喜歡他的配色 那倒勾一反 傾家蕩產 這個正常 因為他價格就很漂亮 就是在我買的時候 我是在 他們11月初 11月之前 中國大陸還沒有發行量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的價格 有朋友給到的價格是 兩萬五千塊左右 一雙 然後大家會聽著覺得 已經很貴了 非常貴 我跟你說毫不由於我就買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雙價格是 三萬六千萬 就一個月時間 我就淨賺了一萬塊錢 但你不會賣啊 對啊 其實我本來是 為什麼今天講全球首秀 因為其實本人就是 本來是想把他賣掉 來 三賺錢 三千六 一三 四千 四千一三 來 還有沒有 他腳太大了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一 四千二 說實話 他們在這競標 我覺得有點 汙辱我是正常的 覺得有汙辱難 你不是說你想賣 我還在幫你 對啊 我說那是之前 因為我就為了今晚開戰 把全球首秀 他已經落地 上次你來就穿給他 沒有 因為漲價 對啊 因為是你穿的 謝謝 對啊 不敢當 對啊 不敢當 不敢當 好 姐六千賣你啦 好不好 我沒有公為運 對 所以我覺得你看 這我還賺錢 要是我不穿的話 它至少不會掉價太多 它不會 可能會掉個兩千塊而已 其實不會太多 那我會買其他的生活 三千六 然後變一千六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你不要再堅持了 不要 我會買上其他的必需品 比如像我今天帶來的這些 像我個人生活當中 必需品就是手機殼 手機殼就一個 就好 你幹嘛一直買 沒有 手機殼 因為手機殼一定要很多個 為什麼 為什麼 換衣服 對 你是配衣服嗎 不是配衣服 就是它是我的心情 我心裡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今天這個感覺不好 我就會換一個手機殼 然後我就覺得 我今天有新手機殼好開心 我手機穿新衣服 還有這樣子 可是四件而已 穿一穿還是舊了 沒有 因為我剛換手機 我本來有二十幾塊 三十個手機殼 那你換了手機之後 你的手機殼呢 對啊 你說 原來的 放著嗎 就二三輪丟掉了 全部都送給別人 全部送給朋友 我算過 我送手機殼要超過十萬塊 那你會送 十萬塊 你把手機殼送給別人 那你現在 衣服跟鞋子 不會便宜賣我們 你這什麼意思 對啊 等一下 你剛剛沒有聽到重點 他送給朋友 我們不是他的位置 好愛喔 不是說 不是說 我跟你說 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比較自私 對不對 想怎麼樣 然後再來像比如說 像這個 我今天本來不想把它請出來 這個貓 我家有三隻 自從請了牠之後 我就有越來越好 再好 再好你慢慢 對 你有太多 才越來越旺 而且我跟你說 擺越多越有效 你每天開門到家 有十隻貓跟你招手 真的蠻嚇人的 我家有十隻真的貓 這隻貓 十隻真的貓 可是你貓不會跟你招手 這隻會 真的 我可以說有區別 你們不要不信這個 你真的也是蠻會浪費錢 對 但是我會覺得 人生當中有很多事情 就比如說你抓對機會 你就要下手 你不要猶豫 因為你如果一直在省或什麼 你會看不到這些 那你會考慮他的二手價嗎 大部分會 像我說實話 外套類型超過兩塊 我覺得是很貴很貴的 所以當我發現 很緊繃 它的材質跟它的用料 是遠超於這些東西的時候 又是我的尺寸 我當然要買 可是如果你平常是一個很精神的人 你根本連經過 你根本就不會進去 你錯失了這個機會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生活辯論最重要 好像有點快要被他睡著 對不對 睡洗腦 你怎麼可能會破到一外七星 就是賣個什麼東西 對 我明明會轉直播 好啦 那剩下面公布的一名 又是什麼 我們請右援公布一下 好的 最後排行榜上的第二名 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跳丸的咖啡粉 不要直接丟 要留下來曬乾當除臭劑 這占了百分之三十點八 其實有不少網友 都是這種生活智慧網 像是有網友都分享 他就會把那個小時候 有時候放那個文件的L夾 拿起來 然後放在鞋子裡面 就可以變成正常的那種鞋架 那另外也有一位網友就說 他都會特別去挑那種汽水 或者是有顏色的寶特瓶 把它裁切之後 就可以變成簡易的盆栽啦 好啦 很多東西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是不是也是我們 精算大師們的一部分呢 演員一定就是啊 回收再利用的 原本是個夜燈 夜燈 對 就跟你的手機一樣給它換 那你知道上面這是什麼東西嗎 那跟你的衣服好像喔 對 夜燈晚上很亮對不對 對 那你知道我們女生很喜歡買泳衣 那你知道每次穿完照之後呢 我們就會就是捨不得丟 因為都好好的 然後所以我就會在我每天晚上 覺得很暗很亮的時候呢 在我夜燈上面把泳褲套在上面 這個是泳褲喔 有沒有 它是泳褲喔 等一下... 你覺得房間很暗 所以你點了一個夜燈 對 然後又覺得夜燈很亮 所以你又把它穿上皮皮尼 對 因為這夜燈 你是不是細菌有點輕鬧 真的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關掉就好了 有些夜燈它太亮了 那我就覺得這樣子像氛圍燈 然後我就會喜歡用泳褲把它包起來 而且你知道 這些東西你捨不得丟 你這樣子丟著你也覺得浪費 可是你把它轉過來 你用泳褲它這樣等於是 射出兩條頭的光喔 你這好好笑嗎 你這好笑 誰到底 而且我可以根據我每天不一樣的心情 就跟手機可以喔 根據不一樣的心情 我可以換不出來 他拉票... 可以嗎 你不能說他不對 姐 你有沒有考慮 我們就換一個 不要這麼亮的夜燈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又習慣了 我不想再花錢 我們精神的人 我為什麼要花一個錢去買夜燈 那我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可以每天換不一樣 這樣真的人家情有要射 就是那種 對 開啟啵啵啵之類的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如果你捨不得丟 你就把它裝飾在你家各地方 你心體就會很好 你找不到理由 我講完你還找不到理由 你也是... 算你很... 人生的瓶頸 真的沒問題 好強喔 天啊 太節省了 他真的太強了 308年下壞了 我覺得有這種方法 該省真的是要省 那... 該省 我其實我很贊同 憲哥你是不是嚇到了 剛才沒有 是因為他剛拿來的時候 就是真的很適合畫一個 阿婆的臉 真的 怎麼會是假的 所以我現在是非常精靈 就是你很酷 你很酷喔 不好意思 你怎麼哭 你怎麼哭 但是我能懂 像我自己家裡那時候買房子 然後做裝潢 然後那時候 做裝潢的時候就是這樣 他會給你一個 開完一個預算 然後就覺得這個預算超出了 就開始刪減 哪邊怎麼樣不要什麼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就刪掉一些 上面的櫃子 然後我就發現 做完裝潢之後 就會留下一些建材 然後我就把那些建材 就是做了兩個地方的利用 比如說我有那個浴缸 對這個 浴缸的時候你有時候泡澡 你想要看個iPad 對... 然後我就把那個多的櫃子 裡面的那個放上來 然後下面我會用熱熔膠 黏四個角 它就變成那個墊子 你把它固定上去 不是啊 它就變成那個墊起來的 墊子啊 會刮到 怕會刮到那個浴缸 好聰明喔 然後我就會黏這個 然後另外的是上面 當然滿有質感的 上面你看那個我的天花板 連油漆都沒有 因為我想說 他說 你做那種工業風 又省一個不要做天花板了 所以我就省下來 然後下面的那個板子 也全部都是多的建材 然後我買那種比較粗的 杆子 粗的那種就是掛那種 比較重的窗簾 那個窗簾 它那個 目前我用到現在啊 很耐重的 從來都沒有移動過 也都地震什麼都沒有 它也不會掉下來 完全沒有 然後上面放了很多很多的 那個玩具的一些 就是以前留下來的一些盒子什麼的 我們全部都玩 收納達人是你 真的 對啊 好強喔 它可以去你公室上班嗎 好強喔 這種二四利用真的是很多妙礁耶 可是我覺得啊就是我們這一派的 樂購派的啊 就是有時候其實會比較喜歡買 精準的東西 就不要去想東西怎麼廢物利用 我們一次就把它買對 對 所以我今天有帶兩個 我覺得很厲害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家裡有沒有放 廚師盒 放衣櫥裡 放櫃子裡面 櫃子有 因為很潮濕嘛 以前會 可是那個廚師盒放久了 它吸飽水 它就變成一顆水球 你有時候忘記去清它 它也破掉 超難清潔的 這個啊 它也是廚師盒 可是它可以二次利用 當它吸飽水之後 它會變顏色給你看 你再把它放回它的充電座 它就還原了 但是它是沒有把 它把水氣又散出來了 可是你在小櫃子裡面的水氣 你散到大空氣 不會有那麼明顯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是在珠寶盒啊 或是放3C的地方 放這個超好用 然後你就不用一直去買那個替換包 也不用怕自己忘記去補充它 就是你把這邊的水 倒到那邊去就對了 對 就是在我家廚師 然後我再拿去李悟鋒家 把它散掉 我想說為什麼是我家的 這個針對 放在這個鞋子旁邊 因為它看你的鞋子都帥了 我感覺它有點怨念 對 現在大家都響應環保嘛 可是如果你戴玻璃的盒子好重 戴不鏽鋼 輕輕空空 很吵 然後你要戴塑膠的很輕 但是很大一鏡 跟你們說 現在有這種扁扁的一個 折疊的一個 沒錯 它可以拉 它可以拉 對 這個我記得 實用級矽膠 對 沒錯 它是矽膠 所以它很輕 然後它又非常好用 你可以用用看 這個觸感超好的 這個很適合買的帶出國耶 有時候再去日本要吃水果的時候 自己洗 我在網路上是有看過 這很酷 這我知道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本人 對 看到本人 但至少就是它收納就不用那麼多 沒錯 而且它其實沒有節省 那我們就是把自己平常就會用的東西 把它換成一個更優更好的 對 那我想要響應一個觀念 就是大家可以買得小 但是選得巧 你每個東西都是寶貝 比起你每次去買那種很便宜 但是出自然照的東西 你會想要去提款它 可能是把自己的泳褲放在夜燈裡面 對啊 它一直不合計可 然後它一直調不出適當的亮度 對 調不出適當的亮度 我們可能就一次買對 然後好好珍惜它 其實長久下來還是比較划算 贊同 贊同 贊同也是這一個 對啊 而且因為我做整理收納 我會想要大家斷舍離 其實不要一直買新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斷舍離的一種 對 人家就不會堆那麼多東西 就有一個就有一個 不用舍 不用離 就不用斷 沒錯 沒錯 對 那是好東西耶 真的是 有東西 那對於手機殼 有二十幾個人怎麼看的 我是覺得這種 一次只會用一個的東西 真的就是專業就好了啦 好好好 他都加勵三千人 每天都要選這樣子 所以這跟他的對象 是有關係就對了 對啊 花絲 所以你今天又用什麼 但你今天是用哪一個 我今天是用這個 灰色 灰色 這個是我在小叉書裡面 找到一個 因為它是完全 不防滑的手機殼 什麼意思 不防滑 所以你摸起來 觸感會非常舒服 那你幹嘛要一個不防滑 所以它丟到地上會 會那個 我這個很滑耶 它不防滑 完全不防滑 但你手不會有沒滑 不是 這個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要搭配這個 特別科技來自原性 你看 這樣子 請問一下 你這個東西 跟他買了一個夜燈 又顯太亮又滑高手 等到一個安靜 你看看我手機 這個不防滑 來來來來來 等一下我們加賴斯了 對啊 我好像找到同類 好啦 每一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管怎麼樣精神的 這個我覺得是一種樂趣 但是還是要開心買到自己 是啊 最重要還是要 自己舒服快樂 這個是最重要的 開心就好 在能夠自己負擔的範圍內 就是買買小東西 像剛剛這個 Flair講的 就是說你乾脆就一次到位 對 這個東西還可以用了很長久 沒錯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來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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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